我听中国的家庭都是女孩子关钱 所以我跟你结婚 我可以离开一下吗 但是我到现在 大家好 我是小杨 他是小米家 是我的老公 我们是杨米家夫妻党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也就是说我跟小杨 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怎么互动呢 我会跟小杨说 我认为法国的男人和女人 最喜欢的事情和事物 然后我会跟小米说 我认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最喜欢的事情 我想玩 我是觉得呢 首先从女人开始说 我觉得法国的女人 最喜欢的就是自由 浪漫 平等 博爱 小气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昨天我们跟一朋友见面 也是那个一个法国年轻 这个属于是年轻一代的 二十多岁 年轻一代的 就他们这代人呢 他们就是向往的那种自由主义 也就是说 他不想结婚 很长 现在来讲 我说那你过几年你就会想你要结婚了 结果人家说 我过几年我也不想结婚 为什么 他说我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 我要自由 我要平等 我要不爱 我要爱所有人 很自然 我真的没怎么样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法国的女人呢 我觉得他们对事业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吧 我觉得他们挺喜欢工作的 你不觉得吗 对啊 这样才有自由啊 对 由于工作啊 由于努力 他们就有了物质基础 也就是说自己赚来的钱 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更开心 自己更自由 对 这样的话呢 所以说最近很多法国舆论的话题 我看到了就是男女平等的话题 也就是说在公司里工作 女人的公司竟然比男人的工资要低很多 是 所以说现在 不是很多 不算是20左右 你们法国有一条法令 就是说让公司现在就要规定 男女的公司必须要平等 对不对 对啊 就应该这样 我觉得你们法国的女人特别的感性 就是说 她会以她的第一印象 来去感觉这个人 也就是说所谓的浪漫 她觉得第一印象 她觉得这个男人好 她就会跟他一直好 你的细节丧死 也就是说第六感 对 对吧 所以说我感觉 特别相信这个 真的假的 所以我们俩的相遇 就是她的第六感 卡来电了 还好你没坏嘴 要不然你弯荡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说这是我理解的法国女人 喜欢的东西啊 什么车了房了钱了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他们要结婚的话 他不一定要求你这个男的必须要有房有车 那你觉得中国的女人喜欢什么 大家不要说我 这是无二人为的事情 因为我听说过 在中国如果一个男的没有车 没有房 他根本没法结婚 这倒是 但是其实我因为没有在中国 就是毕了业以后 待很长时间 也没有就是说家里相亲啊 体验这一些 要不然咱俩也不会在一起 对吧 所以我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但是我们众多的网友们 还让大家来给你留言说 你觉得你的感觉是不是对的 中国的男人 我觉得他们特别 小心啊 现在开始到了男粉丝 要不要如在你的频道上 他们会通一个时间 喜欢上很多女孩子 怎么可能 你是我的唯一 我怎么又可能喜欢他 他他又喜欢上你了 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你再说这句话 你的意思是 中国男人都喜欢美女 那是这样 当然 喜欢美女 还有喜欢车 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 他每天 每周末 他都会早上起来 看一个特别没有意思的一个节目 什么节目 脚步 哦 就那个车的栏目 那肯定的 什么车啊 什么什么 什么给你推荐 这个车 那个车 就喜欢车 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其他的意思没有 我觉得一个车技术开 没意思 你知道吗 对于男人来说 就是很多的这个 中国男人 也有中国男人 说实话 中国男人 就是我前一阵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自己的女人 外面下着大雨 不会在外面一直等待着你下班 但是你的车永远都在外面 会等待着你下班 然后即使下雨 所以你的车会那个照顾你吗 不会 那就是 对 那车是没有感情的吗 不会 车是没有感情的 他会配你到老吗 可以啊 你要想让他变成老爷车也可以 你说话 现在什么车能开一个百年 我觉得法国的男人呢 喜欢卖骚 什么叫卖骚呢 小杨可能不知道 这法国男人啊 其实他如果 他们也是非常划心的 他们也会同时喜欢上很多女人 不管是 你最少我弟弟吗 不管是有孩子的也好 没孩子也好 单身的也好 或者是不单身的也好 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 在女人面前卖骚 还有一个很不算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男的 他结婚的一天 跟他媳妇的妹妹在一块 真的假的 好复杂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 就是我们俩结婚那天晚上 跟我小姨子 我们俩好上了 那个小杨会拿着菜刀 直接上我这 直接把操你的肉 对 法国的男人 我觉得他们比较讲小姿 所以说就是在大马路上 我经常会看到 很多的法国男人 会坐在咖啡厅前 翘着二郎腿 拿着报纸 喝着咖啡 然后很小姿 就是这样 抹头发 对 喝着咖啡 然后中老年的这些 法国朋友们呢 会一直看着过往的女士们 穿的什么衣服 然后呢 估计他们心里想的 你也会啊 这个女的 我哪一天要跟她搭个膳 她也会 那个美女 我哪天要跟她接触一下 要个06 因为法国的电话号码 手机都是06开头的 所以他们习惯性的说呢 哎 女士 你能不能把你的06告诉我呢 也就是说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你可以告诉一个美女 比如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的爸爸是不是一个小偷 然后他说 嗯 不是啊 然后你就会 温人卑视 因为他把所有的信心都透了 放你的眼睛里面 哎呦 这么浪漫呀 这嘴还挺甜呢 咱们中国的老前门 可以学着点 这法国的男人可是非常的浪漫 言归正传 为什么你选择了一个中国老公呢 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其实之前我们有提过这个话题 但是没有仔细的跟大家说 问题不简单 嗯 为什么 嗯 因为我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家人 嗯 然后我认为 我觉得你也是 嗯 就是家庭第一位的 责任感很强 是 然后你特别的努力 挺好了啊 我不会挺好了 我特别的努力 然后特别的能干 嗯 然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在一块 我会觉得 嗯 很有安全感 嗯 你喜欢听是吧 哎 非常喜欢听 好久没有夸 然后我 因为我听了一句话 嗯 我听 中国的家庭 嗯 都是女孩子关钱 所以我跟你结婚 我可以离开一下吗 但是我到现在 我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 你这样得多少钱 我现在就当着 朋友的面 把卡 给我的老婆 好不好 哇 我记得卡 给你张金卡 来 我要那个黑的 我要黑的 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小杨主要的用意不在于这里 小杨 你其实想跟大家表达的事 其实我也非常理解我的太太 她一直以来呢 我都不想让她继续工作 但是她呢 坚持要工作 对吧 因为我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看到你有压力的时候 嗯 我觉得你你有压力 我在那儿舒服的 在家里 也不是说舒服的 嗯 就是 我 我们这个家庭是我们两个的 嗯 知道吗 所以我们要分这个压力 分担 对 嗯 非常赞 我们出的这些话题呢 也是更加能够让大家了解中法之间的文化了 当然就是我们会以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给大家讲 我也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喜欢听这些东西 嗯 就是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法国的男人女人 我们分享的只是我们自己想到的一些东西 是 所以大家可以尽管吐槽 我没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喜欢钱啊 嗯 你们不要来这个了 哈哈 我怕 我特别怕这个视频的评论 嗯 没有关系 尽管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当年的法国 就小杨嫁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真的是一个穷小子 就是身无分 我们两个都是 对 都是一起打拼出来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 也是我们俩共同努力创造的 所以说呢 因为你有时我关钱 我觉得现在我们稍微没有 是 我觉得是 我确实因为我呢 我太会生活了 对 下一期呢 我想准备就是 我和小杨也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两个的学历 和我们两个真正的 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经历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也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夫妻两个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我们杨米家夫妻党 留言区继续使把劲 要让我们的留言 多多多多多多 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的视频顶上去 好吗 我们现有的粉丝们一起加油 关注了以后呢 还要每一期支持我们留言 好不好 但是非常感谢大家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大家 每一次我们号召大家留言 大家都会在留言区说 因为你让我们留言了 我们来就算留一句话 还有人留菜呢 对 还有人留菜 所以说 我都赞了 非常棒 谢谢大家 那么一如既往呢 支持我们杨米家夫妻党 拜拜 关注我们杨米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